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爱你中国》的原唱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 2008年 中央电视台为庆祝改革开放30年 推出了《歌声飘过30年》 百首金曲演唱会 在演唱会上 70多岁高龄的叶佩英登台演唱的 正是这首她唱了几十年的歌曲 《我爱你中国》 就是这些老同志都 包括琴依啊老师啊这些东西 那些老同志一见我就说 你现在唱以前比以前更深 感情 但声音当然不一定有年轻时候那么漂亮 但是也不失语 也不是说感觉是老了 没有 但感情更深 就你唱《我爱你中国》感动我 就爱听你唱 我不是夸你 真的 从叶佩英第一次演唱 《我爱你中国》到今天 算起来已经有三十二个年头了 像当初叶佩英与这首歌结缘 其实纯属偶然 1979年5月的一天 当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叶佩英 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方的信件 打开厚厚的信封 她发现是一本剧本和几张歌谱 周影要拍一个音乐方面的故事片 黄思华那个角色呢 就是年轻的女儿 让我唱舞手 然后她就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 那剧本都有了 问我接不接 有没有兴趣 接不接 第二个 能不能到广州录音 1979年 珠江电影制片厂 决定拍摄一部电影 《海外赤子》 这部电影讲述了 新中国成立后 归国华侨的后代黄思华 通过自己的努力 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歌唱家的故事 影片中一共设计了五首插曲 《无限向往的明天》 《春来了》 《歌唱海燕》 《生活这样美好》 和《我爱你中国》 当时作曲家郑秋风曾经听过 叶培英的演唱 认定她的嗓音 非常适合表现这些歌曲 于是亲自给叶培英写了信 同样身为一名归国华侨 叶培英一口气读完了剧本 百感交集 看完之后我当时就哭了 哭的原因哭在哪呢 我感动 在这个片子里头 这个故事里头 把这个什么叫 桥说明了 华侨是 都是国内的同胞 我觉得是她感动我 我觉得有人给我们证明了 很快 叶培英接受了演唱的邀请 来到广州录音 当时其他四首插曲的录制 非常顺利 只有这首《我爱你中国》 在录音的过程中 因为大家意想不到的原因 被一次次打断 我一边唱我就一边哭 这个哭呢 也是是感动 就是我们确实就像歌词里头讲 我们爱国家的一草一木 爱国家的山水 像红梅这样 像轻松的气格 像这个气质 像红梅的品歌 我们爱的是这些东西 不是空的 所以这个呢 我一边唱我就又开始哭了 我觉得写太感 一个是歌感动我 打动我 写得好 由曲宗作词 郑秋风作曲的这首《我爱你中国》 抒发了创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 叶佩英作为一位满怀爱国热情 从马来西亚回到祖国的华侨 唱起这首歌 总是情不自禁的 潸然泪下 然而在演唱的时候 叶佩英发现 要把这种感动 传递给每一位听众 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歌词的创作上 《我爱你中国》 使用了大量的排比 在文学上 这样的排比 可以表达强烈的感情 但是在演唱的时候 大量排比的使用 却很容易因为重复 而使观众感觉枯燥 它是文学上的男 你看《我爱你中国》 前面两句影子不算 从上班以后 经系叫上班 上班以后 每一段有九个《我爱你》打头 叫排比句 这男 你就想办法怎么唱得 能够让人 你歌声能把人家领得清 我爱你 我爱你 九个不一样 你怎么 你怎么 让人家听得不烦 难是难 这就考验你的 出文化基础了 我虽然不爱 写文章 但是读书 这个基础 还是高中水平 对吧 为了把这九个 我爱你的排比句 唱出不同的味道 叶培英绞尽脑汁 却仍然找不到 满意的处理方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 叶培英在收音机里 听到了著名的儿童教育家 孙静修爷爷 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节目 这个看上去 与歌唱毫无关联的广播节目 却给叶培英意外的启发 有一天呢 马良替柴主老爷去放牛 孙静修老人 给孩子讲故事 他重复的东西 他肯定不一样的 他让孩子听他讲 深入浅出的 我这就想办法了 我怎么去唱啊 比方说吧 怎么变 我爱你 这就是 不是有棱角的爱你 是我爱你 这么一个书法 心里头出来的 我爱你 我爱你 中国 我爱你 一样吗 不一样了吧 不注意吗 我这第二句 我就紧接着 书法的 我爱你 你不一样的吧 我爱你 你不一样的吧 我爱你 你不一样的吧 我爱你 春天 蓬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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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声音有点变化了吧 不是 蓬勃地 蓬勃地 你感觉到吗 蓬勃地 羊苗 羊苗 不用使劲唱 水与风就可以 羊苗 我爱你 又变了吧 什么呢 秋日 秋天收了 秋日 金黄地 你就想你怎么夸张地唱你 种 или比较地